林聖殿慈善功德會 善! 82 歲 孫林美甄阿嬤 著重一萬元紅包 在台上笑得何不龍嘴 在一旁搶扶的則是她的兒子 23 號這天是重陽節 新北市中和區林聖殿慈善功德會 特別舉辦卓竹於親享天倫的活動 邀請新北市65歲張長者與子女一同參加 透過為父母親親自洗腳的儀式 一方面感念父母的五次奉獻 也提醒子女愛要及時 我之前就是這邊的功德組 然後我的機緣這次的機緣是 因為我母親那個大腸癌三期 所以那時候就請帝君幫忙 然後她就給了我一些指示 然後我那天來回謝帝君的時候 說今天有這個活動 我就很高興 那我之前就跟我母親說了 說有這個活動 她遠不遠來她 可是我們很幸運 她可以手術完可以很 行動自如 所以我們就很順利的來了 孫林美政阿嬤喜悅之情 一於言表 也大方分享自己的長壽秘訣 就是不要計較 善待他人 就是覺得很開心 我一直這麼孝順 又這麼多人 大家快快樂樂的 我們應該都要朝這個方向走 活動現場還提供長壽麵線 針對牙口不好的長輩 特別將豬腳換成焢肉及滷蛋 好吃到現場民眾一碗接一碗 主門單位還準備500多份禮品 紅包 共參加民眾摸彩 林聖殿慈善功德會理事長邱玉文 期盼藉此推廣校道 林聖殿慈善功德會 多年來在這種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已經行之有年 那尤其在九九重陽 老人共參這一塊 去年我們在雙溪舉辦 得到非常大的一個迴響 所以今年我們回到中和再次舉辦 然後由於每一次的舉辦 都能夠引起鄉親之間的一個支持 所以這一次雙溪也特別找了二十幾位長輩 一起來做卓足的活動 那當然今年的活動 再加上點燈祈福 為所有來參與的這些長輩 求平安 求健康 求嚴壽 那也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孝道再推廣 然後我想台灣的社會需要的就是一個孝道 那我相信今天林聖殿 只是在致盡自己小小的一點心力 能夠得到社會上眾人的一個迴響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雙溪區公所也帶區內長輩來參加重陽敬老活動 社會人文課課長林若霞 特別感謝林聖殿此生功德會 過去對雙溪相親的支持與照顧 林聖殿此生功德會跟雙溪真的非常有很深的因緣 那在去年他們其實針對我們偏鄉的 不管是弱勢的老人還是學童 他們都有獎助決心的發放 甚至針對我們的銀法俱樂部呢 也捐贈了共參經費 那這一次呢非常謝謝理事長的邀約 邀請我們的長輩65歲長輩 來參加他們的卓足於青的一個活動 林聖殿也為參加活動的長輩點燈顏獸 每位長輩還能拿到一台腳底按摩器 另外還有600元的紅包 度過一個難忘的重陽節 記者蘇建民 新北採訪報導